中美一旦开战,中国首先攻击日本而不是美国。因为如果不先攻克日本,中国很可能面临被击败的风险。那么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美国在全球拥有多达374个海外基地,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,共有超过30万人的驻军。 其中,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,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至关重要。美国正是依靠这些基地,在亚洲地区稳固自己的地位。这些美军设在亚洲的基地,也是美国为何敢对中国如此飞扬跋扈的底牌? 众所周知,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,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11支航母舰队。然而在亚太地区,美国为了进一步提升,对亚太地区的监视与控制,从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不断地进行布局。 其中,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最为重要,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。这其中包括横须贺海军基地和加首纳空军基地。 目前,这两个基地正处于不断扩建和升级的过程中。其目的就是,更好地提升美军在亚太的军事战备能力。 对中国来说,当前,美军对其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海上的航母。因为中国已经掌握了英机21和东风26等航母杀手,可以从陆海空三个层面发动攻击,消灭美国航母。尤其是随着中国自己的国产航母陆续下水。 美军航母舰队对中国的压迫感已经大大降低。然而美军对中国的威胁,主要来自位于日本北部的横须贺海军基地。 这是美国,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基地。住有近万名美军。该基地不仅可以连接日本东京湾入口东岸。还与日本北部的横壁市相连。它拥有可供航母使用的大型码头。完全有能力为美海军航母打击群,提供后勤保障。 美国的尼米兹及核动力航母,可以在横须贺基地自由出入。正因为如此,美军的航母战斗群,才能在中国附近海域长时间来回巡逻。 而无需返回美国本土进行补给。此外,横须贺基地还拥有足够维修航母的大型船物,和龙门钓等其他机械设施。即使美军战舰出现问题。在这里可以直接进行修理。而无需花费时间回到美国本土。 这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美军航母的使用效率。为了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和监视。美军在该基地附近相继建设了18座码头。并设有19个大型军舰的停泊位。这里部署了一艘尼米兹级航母,一艘两栖攻击舰,三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。至于是否有核潜艇等。目前没有公开资料可供参考。但按照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标准来看。 水下有几条核潜艇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。美军驻日海军司令部和第七舰队司令部,都设在此地。只有消灭横须贺海军基地。中国海军才能自如地进出太平洋。除横须贺海军基地外。美国在日本还设有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。加首纳军事基地位于日本冲绳岛西南部。战地面积达到19.96平方公里。 这里驻扎着近万名美军,部署约100架战机。包括大量的战斗机、侦察机和加油机。其主要战斗力为美军第18战术航空团。 基地内部有美军F-22和F-35隐形战机。F-15战机还有鱼鹰运输机等先进战机。 这些都是美国用来干涉东亚局势的重要力量。此外还有各种电子侦察机。用于进一步提高对第一岛链的监视能力。这些侦察机,时常出现在中国的南海地区和台海地区。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,从加首纳基地起飞的战机。只需六个小时左右就能抵达美国本土。 美国正式通过将位于日本的加首纳基地。打造成亚太地区的战机中转战,巩固了其战略地位。 中美一旦开战,如果没能在第一时间消灭该基地。美军强大的空中力量将源源不断地投入战斗。不仅是美军的威胁。 日本自卫队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军事基地,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。迅速扩大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。 而且驻日美军基地,还可以与关岛、菲律宾的美军基地连成一线,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包围。 因此只有先消灭日本这个关键节点,才能打破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军事战略。 要实现这个目标,中国需要在战略上保持谨慎和审慎。 首先我们应加强自身的国防能力,发展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能力。 确保能有效应对来自美日的潜在威胁。 同时我们还需要提升火箭军的作战能力,以便在战争爆发时,迅速将美军设立在日本的美军基地拔掉。 还要快速地消灭掉美军的航母战斗群。 其次中国应发挥外交手段,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,尤其是邻国和地区大国。 这样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日在亚太的影响力,打破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包围。 此外我们还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,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,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和理解。 最后中国应保持经济持续发展,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。 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柱,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。 只有在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,才能支撑起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外交手段,为我们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提供有利保障。 总之面对美日对我们的包围,我们需要充分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和战争部署。 在战略上谨慎和审慎,努力提升自身实力。 做好万全准备,如果战必定赢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在战争爆发时,迅速突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,为国家利益保驾护航。 尽管在海军舰艇数量上我国是全球第一,但是论其整体战斗力以及吨位来看,我国海军只能排名全球第二。 美国海军目前还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。 而俄罗斯海军虽然拉胯,但也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。 有着一批老旧军舰的存在,依旧能够躋身全球第三。 对于这个第四大家就有争议了。 虽然印度认为自己能够占据这个宝座,但美国却不这么认为。 美国认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才是全球第四。 虽然自二战后日本不能拥有军队,但在美国的默许下,日本自卫队的实力已经远超一些国家的军队了。 海上自卫队更是碾压一众国家海军。 目前,日本海军有着包括潜艇在内的150多艘舰艇,数百架飞机和5万多人。 虽说日本海军在大家的印象中是小而惊,并没有一艘明面上的航母和主力战舰。 但实际上,日本已经有了两艘轻型航母和多艘主力战舰。 经过改造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,已经相当于航母了。 27000吨的排水量,再加上能够搭载12架F35战机。 丹勒航母舰在基站里来看,已经超越了拥有两艘航母的印度。 日本还有两艘排水19000吨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,能够搭载18架直升机。 已经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主力战舰了。 虽说日本舰艇大都以护卫舰而命名,但实际上这些军舰大多都是进攻性舰艇,称之为驱逐舰都不为过。 从日本的舰艇来看,虽然在数量上为劣势,但是在技术和性能上占据了巨大优势,并且大多为进攻性舰艇,舰领也较新。 再加上日本并没有远洋作战的需求。 所以美国认为日本完全能够和中国抗衡。 那么事实就真的像美国所说的这样。 日本有了抗衡中国的力量。 其实美国这么说自然是想找炮灰了。 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, 美军三天两头寻思着怎么打赢解放军。 怎么跟中国开战? 而对于这一战,美军也很清楚自己获胜的可能性非常之低。 因为战场就在中国周边,美国海军过去了完全就是送菜的。 11艘航母还不够,解放军的反舰导弹一轮炸的。 所以美国在这时候急需要一个炮灰了。 日本就是这个炮灰的最佳选择。 以日本的实力来看,解放军不动用一些真本事的话还真不行。 而解放军动用了这些真本事后,美军在这时候就能趁虚而入。 就像先前美国智库的兵器推演所说的那样。 等到解放军将日本收拾得差不多了。 美军在登场,最终取得胜利。 而对于怎样让日本心甘情愿地当炮灰? 自然是得先鼓励一下,让日本认为自己已经重铸帝国荣光。 需要拿解放军来做这个魔刀使。 不忽悠一通,怎能让日本那些脑袋发热得又一上头。 美国这如意算盘那可是打得啪啪响。